10分鐘 各位 大家又到城寨短打的時間了 自從昨天開羅之後 天天都有大新聞發生 昨天美國國會的USCC 發表的報告認為 送中修例會直接影響美國在香港的利益 亦會考慮重新審視 美國香港關係法 即是說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 已經受到一個很大的威脅 危在單直 大家一般人的理解都以為 政府在這個時間就應該降溫 因為外國商會 昨天也發表了聲明 我估計 李柱銘 李卓人和麥彥廷去完多倫多之後 多倫多的香港人也會動員起來向當地的政府施壓 就要他們表態 記住如果你在看的 你是加拿大的人 大家一起努力為香港 這樣的形勢 加上這個中美貿易戰 劉鶴這個現代李鴻章 就在川普 擺出一個又硬又臭的姿態 大家關稅底下 仍然繼續 要去美國叩投 川普就以起風發 在這個他自己的群眾集會裏面 就說不准中國繼續去騙人 所以如果是的話以後都不跟他做生意 這樣 串到無倫 大陸這邊 我們 表面上就好像很鎮定 實際上就很亂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人的決定 是習近平 將整個本來已經 大家有共識的東西 大部分都推翻了 重新再來 我在節目裏面講 星期一講中國談判策略的時候 都講過 他們去到限期之前 硬來的時候 如果你接受了需要有協議 談判底線和時間表 那就死了 但是現在 反過來 川普在上風 就因為他覺得沒有協議 就沒有協議 擺出一個這樣的姿態 在這個中美貿易戰裏面 一個正常的香港特首會是怎樣 就算你說這個逃犯條例要硬去也好 你都不會 是火上加油的 是不是 因為你都知道現在風頭火勢 但是 林鄭我一早預計 我說以林鄭的性格 將會 令到這個送中條例 是送上他自己 政治前途 為他自己送中 今天 早上立法會 答問大會 立刻現眼部 立刻現眼部 當大家都以為他會講溫的時候 去到立法會裏面 還串嘴過所有 建制派 湯家驊 律政司 甚至是李家超 他竟然在答問大會裏面 就說那些人 說 以前英國修例 刻意 不包括中國在內 或者回歸之後 一直不做 是因為大陸的法制問題 他說這些全屬廢話 無孟靜 在會上聽到 如果我是無孟靜 我都會彈起 因為這個是事實 大哥 大家昨天有看我們的 錦露錦然都知道 找回來的 那些英國的檔案資料 顯示 這是因為 中國人權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的法制 沒有辦法保障人權 他講出這個 傳屬廢話 但是沒有任何的證據 他只是表達了 他有一種 串嘴 滅視民意 對批評者 那種完全聽不入耳的態度 毛孟靜就說他講謊 結果梁君彥 將他驅逐出去 立法會外面 講謊究竟是不是 一個侮辱呢 這個是事實陳述 我覺得 林鄭可以反駁的 就是說我沒有講謊 因為根據什麼什麼文件 當日英方這樣做 不是因為中國 的法治沒有辦法保障人權 而是拿出證據來 為什麼要躲在大口狗後面 去趕毛孟靜出去 好了跟著之後 之前已經發生這個國家期被逐了 他就說所有 這些的提出這個 叫做極端意見去反對 他說那些人是不明白 所以提出各種的極端意見去反對 就是說美國是錯的 加拿大政府是錯的 歐盟是錯的 香港外國商會是錯的 大律師工會是錯的 所有泛民議員是錯的 只是林鄭月娥一個對的 你想想這個這麼簡單的道理 人家怎麼會不明白呢 講到最後整個引渡條例 只有一個原因 原因是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大家不相信大陸的法制 而共產黨自己都很清楚自己的法制 是很不行的 你問任何一個大陸佬 現在你去渣華道那些 在那裏準備上船為港遊的大陸佬 你問一下他 大陸的法制行不行 在鏡頭面前他不敢回答 你私下問他他怎麼回答 好了 他這種目空一切的態度 我就是說 是會將這個送中條例的反對運動 再滾高一點 滾上一層樓 你想想這個跟當日老董處理23條一樣 大家不明白了 大家不知道的情況 人運逆運 他之前已經說過外國政府人運逆運 一個這麼arrogant的特首 是目空一切 這是他之前的 修訂老人中緩 到65歲 和13歲分流方案 已經充分顯示到這個人的性格的缺憾 他 林鄭 和羅范招勳 和葉劉淑儀 基本上是三姐妹 所有這些彭定康年代提拔上來的女性政務官 是為了顯示自己不輸給男性 所以顯示出一種強硬的作風 但是這種強硬的作風你作為一個政務官是OK的 因為你 上面有老闆你去執行 但是你作為老闆的後果是什麼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審時度勢 之所進退 現在已經香港陷入一個這樣的困境 而林鄭方死上街的人不夠數 甚至方死星期六那場大龍鳳不夠瘋 所以繼續去provoke這個反對者 繼續去挑釁泛民 希望他們再作出更激烈的抗爭 如果你在上風就說 但是實際上在這個逃送中條例裏面 政府是處於政策 甚至是政治道德的低地 因為說謊 所以 你何來有這樣的能力 去挑釁泛民呢 我甚至現在開始懷疑 其實 林鄭是不是泛民的臥底來的 一個這樣的特首的政治判斷能力 是這麼差 在今天的答問大會裏面 口出惡言 而竟然 是為 中共現在的局面火上加油 你想想 其實真的是難以理解的 除了是他的性格缺陷之外 所以我說這次 反對送中運動 大家要清楚 這個是反對林鄭月娥 要求林鄭下台的運動 如果他這樣繼續管治香港內 香港一定會玩完 是會比689更慘 所以我說 5月22日 如果尹兆堅能夠成功提出 林鄭月娥下台的 不信任動議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變成更加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去反對這個林鄭月娥 繼續將香港 帶入去一個 深淵裏面 今集的 城寨短打就到此為止 大家密切留意 我們 就會在這個 城寨推出更加多的課程 是給大家 一起 一起玩 一起學習的 在我們的Facebook 會公佈 上一次的瑜伽課程 星星波和瑜伽 唐卡課程 都受到很大壓 很多人 因為報不到名字 因為我們每一次的名額只有 七個至八個 我們很快就會推出第二 階段的課程 就是唐卡和 仲撥 瑜伽 另外會有一個不丹香的欣賞 以及教大家 怎樣去製作 用天然的材料製作香的課程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很快會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